各位家長 大家好 當你們的子女是同性戀的時候 相信每一位父母都會感到非常震驚 和不知道怎樣做好 我有兩個子女 其中一個子是同志 今天就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你的子女出位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處理 第一 停一停 深呼吸 先讓自己冷靜下來 因為在不冷靜的情況下 作出決定 通常結果都不會理想 當我們發現子女是同性戀的時候 很多父母都會感到 焦慮不安 自責 甚至失望 但在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罵他們 和他們說什麼的大道理 你可以告訴他們 你覺得有點驚訝 又或者簡單說一句 我聽到了 如果你真的回應不到 你也可以很坦白地跟他們說 太突然了 所以我一下子回應不到 當你的子女 和你分享一件這麼重要的事情 這一刻 你千萬不要責備他們 因為他們並不是選擇了一個同志 來傷你的心 而是他們發現了他們的同志身份 而關於這個身份 並不會因為父母做多了 或者做少了某些事情 而令他們變成一個同性戀 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需要好好照顧好自己 有很多父母 都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 才可以平復 有些要幾個月 甚至幾年 才可以處理好這個傷痛 如果要哭 你就好好讓自己去哭 因為面對這個事情 有強烈的情緒反應是很正常的 給自己的情緒有一個出口 找你的伴侶 或者是相信德國的親友 甚至社工 好好地傾訴 互相支持 第二 跟我們的子女 要保持良好的關係 因為在這個脆弱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反應 對地來說都非常重要 有研究指出 青少年是一個不良好的出櫃過程 或者結果 都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 這一點是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一些情緒病 好像抑鬱症一樣 並不是因為他們和自己的身份有這個病 而是因為他們這個身份 受到身邊人的拒絕 所以 無論如何 希望你們可以在他們身邊 好好地支持他們 讓他們感受到 他們重視雙方的關係 好像我兒子 跟我出櫃之後 我和他爸爸都對他說 我們接受他的性傾向 但過了一段時間 他依然不放心 因為他知道他的朋友 和家人出櫃之後 家人說不可以接受 一個同性戀的兒子 我聽到之後 覺得有點心痛 如果因為子女的性傾向 而和子女疏離 甚至形成對男的關係 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我在想 父母對子女的愛有多大 而他們 是不是真的愛他們的子女呢 第三 了解自己 讓自己學習 很多家長都很驚訝 為何我的子女會是同性戀者 可能 是因為本身的負面思想 加上社會上太多的牽掩和標籤 影響了我們的想法 如果你是害怕的 你可以去問問自己 到底什麼令到你這麼害怕 又或者你根本不想去面對這個事實 或者跟信仰有關 不妨花一點時間去問問自己 最困擾你的是些什麼 其實在社會上 同一個宗教都有不同的提法 你不妨開放自己 給自己去了解更多 好像我和兒子出櫃之後 我搜集了很多的資料 做了很多的功課 社會不斷地進步 我們是很需要去學習和了解 更多我們沒有認知的事物 第四 我們要努力維持親子的溝通 未來一路是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最重要就是一家人 平平安安 相處快樂 維持關係 我們才可以在日常的生活當中 了解他們多些 嘗試聆聽他們的心聲 了解他們的感受 認識他們的世界 讓他們感受到 我們是在他們身邊支持他們 我們對子女的愛 他們是不會嫌多的 但是如果這一刻 你衝動地決定去推開你的子女 過了一段時間 你又想修補這段關係 可能這段關係已經去到一個破損 無法修補的地步 我們有這麼多憂慮和擔心 其實是因為我們太愛我們的子女 正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要把握時間 學習更多 了解更多新事物 我很記得 曾經有個心理學家跟我說過 可能上天知道你的家庭 可以給到足夠的愛你的子女 所以 他才成為我的兒子 這一句 我永遠都記得 好,好 好 好,好 來